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ROMETOUR的影片大家都知道 我們搬進長洲住,租了一間劏房 今天這條影片會回答大家一些問題 我在IG STORY開了一個POST 以及在留言下收集了很多問題,今天解答 今天我就想分享下集 上半部分就是解答大家的問題 而下半部分就是解答一些我們覺得淘寶買回來的好物 而今集就是大家最有興趣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們快點開始吧 關於為什麼我們會搬出來有這個決定去租房子 就是因為... 我啦,HELLO 其實有觀眾一直看我們的影片 都知道我男朋友之前是住在將軍澳區的 其實Exactly的地方就是日出康城 我大大畫畫都是每個星期六天去她家 帶著Chopper 其實整件事是很辛苦的 因為我又要揹著自己的衣服鞋物 如果想拍片的話就要拿著拍片的工具 然後就要拿著Chopper 只是Chopper也有4公斤 還有Chopper的用品 所以基本上我每個星期都是拿著差不多8至10公斤的東西 就去她家 這三年來雖然辛苦 但我也覺得可以 因為其實日出康城是一個挺客人的地方 還有將軍澳也挺方便的 要行山就行山 然後如果要去西貢就近 所以我也覺得對Chopper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而令到我們搬家的一個煽動原因 主要原因是她家裡搬家 就不再住在將軍澳區 是搬到一個超遙遠的地方 即是我人生都去不到10次的地方 對啦 我們要Longy 對啦 我們現在變成遠距離的戀愛 而且她搬到的地方 除了遠之外 就是一個人口比較密集的地方 相對上 首先家裡又不養得寵物 更加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Chopper 很自由自在 很多草地 有很多大自然的地方 那兼且由我家搭的士去她家 來回沒有500到450元走不掉 即是一個月只是的士錢 只去她家都已經2000元 加上去到她家不是只躺在家裡不工作 所以她經常都想這樣做 但我一定要出去帶出發行山 出去玩 家裡已經沒有任何設施 或者要再遠門出去 就另一個的士錢 另一個的士費 咳咳咳咳 我們就覺得真是有點貴 那個貴法就令到我紋身出來找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星期六日是可以 對出發又好 然後也是我們兩個中間店的地方 好了 好 香港這麼大地方 為何我們要選一個這麼遠的離島去到長洲呢 就是因為窮 我第一個選擇的時候 都沒有想到長洲這個地方 那時候我是想著 反正都是星期六日 不如在日出康城租一間房 即是夾租分租那些 那怎知道日出康城的一間房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以前我拍片她的房間是多小 是真的放了床 放了衣櫃 就什麼位都沒有 只剩下一個楼台 是要6,800的 那間房間只有幾十呎 6,800 日出康城又荒蕩 又沒有東西吃 除了對寵物好之後 我完全想不到有什麼好處 都要6,800 所以我就很快放棄了這個年頭 就想有什麼地方可以我們有負擔得到 又可以對Chopper也好 那我自己就有個朋友本身住長洲的 我就叫他幫我去那些 那些叫什麼 地產舖 是地產舖 就看一下航程 就找到最便宜的就是這些劏房類型的 那租金一會兒會回答大家的 呃,赤數也會回答大家的 因為其實搭船Chopper是可以搭到盲船的 那所以是沒有了的士這個擔心 那過海幾百元那裡 是完全變了幾十元 而Chopper也可以很光明正大 很開心每個星期都好像去旅行那樣搭船 那我覺得其實對 我們所有做的一切都是為Chopper的 那除了你說來回交通之外 其實長洲你只要入了這個島裡面 你是沒有交通的費用要用的 你去沙灘我走出外面就是了 你要去行山我走四個字就可以去到可以行山的地方 完全是節省了你中間星期六日出出入入的所有搭的士的交通費用 這個問題應該大家最想知道的了 因為你都知道香港如果你是港島區租一間這樣的房間 我想七千元 甚至乎你在工業大廈裡面租一個這麼大的studio 我問過是都要五六千元的 那究竟這裡是多少錢的呢? 四千元有閘 那如果四千元有閘的話 我們兩個平均每人的支出是不需要二千元一個月的 而這裏的大小就有170呎 不算外面的走廊嗎? 是不是叫走廊? 爐台仔 總之不算外面呢 我只算這間房間和廚房和廁所加起來是有170呎 你想想那個龍床盤吧? 那個一樣是170多呎 230萬元 我這裡一個月是每個人支出不需要二千元就租到 是不是租先? 是不是馬上租先? 我們來講是不是一個負擔呢? 我又覺得這千多二千元 不會說每晚掉了都有它的一個數 但是你想想我剛才所說 我們來回乘的士都已經二千元 然後中間你要去玩 你要去吃最多的士都要一千多元 我肯定要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她的家是她的家 始終都是有她的家人在 所以如果我要拍片的話 如果在我自己的家 大家應該不知道的 我是會說我爸爸媽媽出去吃飯的 叫她說我今天拍片 你吃三個小時飯吧 如果只有她在這裡 譬如是在她的家 只有她 我就會叫她你不准出聲 只是玩電話 什麼都不准做 抱著初拍 抱走她 但是我不可以要求她爸爸媽媽 去做這些事情的嘛 所以我們有了自己的一個地方 對我來說 拍片也好 當這裡是一個studio也好 當是一個道解的地方 你除開一個星期 都不是用太多的錢 就是一個我覺得可以接受的範圍 關於方不方便這件事 其實是很見仁見智的 而是一個喜歡煮食的人 這裡是超級不方便的 唉 我很多東西都是在香港那邊 自己背進來的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 我就覺得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衣食住行來說是可以的 我覺得比較簡單 沒有要求 沒有要求 真的可以吃到東西 還有她某幾間餐廳都很好吃的 可以說是價連物美 那缺點我覺得是比較曬的 這個真的很熱 長洲就是熱到一個瘋了的點 而關於治安方面 長洲人有一個說法 其實這裡是一個島 你走不掉的 所以這裡是沒有什麼特別 很大型的事發生 但我通常都是自己的 是不是 我們倆經常住一起走 都沒有看到街童 那些 還有這裡比我想像中 晚上是比較安靜的 因為我以為有很多人進來度假 晚上會比較吵 但是住了幾晚都覺得 還是很安靜的 沒有特別多人玩 多人叫囂的 是理想當年在這裡度假的時候 就會很吵 就是那些團片 喝酒 大喊 打架 是不是你才會發生呢 接著就開始 回答一些瑣碎的問題 我就要看回了 有沒有拜四國啊 有啊 Heddy要給他這件事 超厲害 因為我們兩個完全沒有這個觀念 但是我自己 長洲也比較多事故 所以我自己也很想做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的 你只要去一個紙紙店 然後你問他 跟他說我想拜四國 他就會教你 雖然我當時完全聽不懂 所以整件事就是他去做主導 然後幫我完成了 說開關於這件事 其實沒有人問的 我應該跟他說過一次 但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 究竟長洲是不是真的很猛 我自己租這裡的時候 是臨簽租約的 就是錢嘛 我就發了個夢 那個夢呢 就是回到同一間屋 然後有位女士 在屋裡面 我已經不太記得很多細節 跟他說過什麼了 所以我跟他就有一個對話 後來我就跟他說了 我也是兇的 我是這樣 我演繹給大家看 這間屋我們只是住星期六日 一至五都是你的 你有一至五 我們只有星期六日 其實大家都好一件事 是不是 然後我就醒了 然後我們一邊住都相安無時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不知道那不關事 但是 很真實的那個夢 我覺得 是啊 所以 希望他不要太介意我們租這裡 還有一些什麼問題 同寶電器 大家都很有興趣 電壓和插頭 跟香港音一樣 電壓我是有問過 然後插頭就是兩腳的了 我們會買一些轉插機 記得買13A 好像比較安全 另外就是如果你們認識人 或者在五金舖 可以轉回香港插機 應該都用到的 所以我們用過 電飯鍋我們沒有用過 但其他東西我們用過 都是很OK的 有心水清的觀眾是留意到 我們沒有電視機 和沒有洗衣機的 洗衣機是真的不需要的 我們星期六進來都不會多衣 那無謂買一部洗衣機 兼寫都沒有位的 所以我們是拿出去磅洗的 而電視機方面 大家有沒有不要電視機 可以給我們 我們可以徵求電視機 它不是一樣我們覺得必要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是完全不看電視的 但是如果你說有的話 總之大家徵求一下 有就給我們了 你剛才不是說了上網的問題嗎? 上網是甚麼問題? 對呀!這裡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太批立住 所以這裡上網是不是收得太好 要開著我的房門會好一點 接著關於大家風水的問題 就說我的房間裡面擺鏡 和床邊擺鏡 沒有辦法的 雖然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如果不在房間裡面擺鏡 應該是誰擺鏡 就是客廳擺鏡 但是如果有床邊 真的沒辦法 這裡到處都是床邊 說真的 全身鏡是照不到床的 所以OK 而我梳妝桌 因為照著牆的關係 我是有拿布蓋住它 所以大家放心 雖然我們也算是白無禁忌的人 但是我們也有避忌 或者有更少這些風俗 前前後後用了多少錢呢 其實這位先生應該是不知道的 因為這裡所有淘寶的東西都是我買回來的 我也沒有收他的錢 對 不過上個月租金我都沒有給了 但是這裡蓋不到 總之不算過雪櫃的話 應該是用了我六七千元左右 所以算過雪櫃 大概是二千多元 我想一萬元之內 整個裝修 大家可以看看 我播放一條影片在這裡 對 就會看到其實這裡 原本是真的什麼都沒有 所有東西我們已經換了 我們是連花枝頭 廁所板 什麼都換了 所以 我覺得是可以的 這個價錢 對 這些應該都是大家最多移民的一堆問題 對於租了這間店 我自己就暫時 都沒有後悔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挺開心的 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因為也有人是這麼說 叫你結婚 是不是試婚 有人PM我問的 是不是想同居 絕對不是 我還沒接受到跟他同居 他什麼都不做 我洗完這碗了 我不逼你 我不不斷踢你 你會不會洗完這碗 你會不會自動自覺 不是躺在床上洗完這碗 因為如果我們兩個真的出來一起住的話 我真的應該會吵架 家裡所有事情 他爸爸媽媽的事都幫他做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貿貿然同居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摩擦 他會覺得我逼他做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他不做 我會覺得他躺在這裡 我是接受不到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由星期六日開始 我們租了這裡 慢慢地大家 招待節奏 然後到日後 我們真的可能再有下一步 同居或甚至結婚的話 都是一個好的起步點 不要一來就 火星撞地球 因為我的性格是非常之急 他的性格是白到 世界停頓的 所以 這裡是令到我 去對他改觀了的一件事 因為有很多很難 我不想做的事情 即是換廁所板的 我是極度潔癖的 還有一些對於昆蟲的事情 其實我們兩個都很怕的 但是我覺得 他是非常勇敢 而且很負責任 這件事是加了很多很多分 因為他之前的婚姻跌到 跌到 跌到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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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真的 有一件事是令我覺得 他可以對一個家人 是有某程度上的貢獻 而那件貢獻是我覺得感動的 你有沒有發表 我都讚了你這麼久 當然 你讚了我 很久 我以為你會讚我 我這裡買了這麼多東西 布置得這麼漂亮 Style是一件很厲害的東西 這裡是很漂亮的布置 逼他說 我沒有買 還有所有東西都是超值的 我想說 因為我家裡剛剛 每天搬完屋 這裡淘寶的傢俬 雖然用來未知 可能 擺一兩年之後會有分別 但是這裡是 差不多Style的東西 但是便宜 便宜到兩三成這樣 比我現在的家 當然如果你說 直接是一個真的家 每天住 我對於這家家的要求 每天住的質素 是不會不同的 因為我們現在 一個星期 不是一個月過來 才可能只有十天八天 那我覺得 是 為什麼我要全部買淘寶 就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根本 就不是經常地用到 但是你說 是不是我將來未來的家 一個淘寶的家 我不會保證這件事 但是我會找到一個 質素是我自己接受到 而家庭也是接受到的 一個平衡位 我們今天的影片 真的差不多了 下一集就會 我不會換衣服了 我們是不會換衣服 下一集就會說一些 說了這麼久淘寶 就會說一些 我們覺得 在這間屋裡 一些 不錯的淘寶家庭用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StayTune 是不是很帥啊 這次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三點 和星期日的十二點鐘 我們準時見 下次見 拜拜